現在我們就要跟各位簡單的介紹長毛的工具 因為現在你看到的部分呢 都還是什麼 它都還是粗胚而已 就只有立體感 質感沒錯 我們剛剛之前一開始有跟大家簡單的講說 我們今天練習呢 其實是要做什麼 要做長毛的一個兔子 長毛怎麼長不是叫你一根一根畫 一根一根畫不是不可以太累了 我們時間有限 而且大家也沒那麼耐性 特效工具 我們有兩個特效工具 我們一個一個把它叫出來試試看 首先是這一支叫做毛髮筆刷 毛髮筆刷這一支工具 顧名思義就是畫毛髮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畫畫看 對不起 我把塗層 這個保存透明度 還沒有取消 我先把它取消掉 有沒有看到 粉紅色 藍色 也就是說呢 我愛給它什麼顏色 它就可以畫出什麼樣顏色的毛 這支呢 叫做毛髮筆刷 你看到它這個毛啊 有沒有 很像啊 這個電動洗車場裡頭的這個洗車刷 又或者呢 你媽媽洗奶瓶 也會有這種 毛毛刷 這個東西大家不陌生 所以記得囉 毛髮筆刷 是我可以指定色彩的 來 再換下一支 這支叫做發絲噴濺 注意看 我畫在透明的地方 我畫在透明的地方 它顏色怎麼 變成 這個 怪怪的咧 怎麼一下有粉紅 一下又有黑色 這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它的特性 再跟大家做一下 切換 發絲噴濺 色彩混合百分之百 特效毛髮筆刷 這個色彩混合是百分之零 這兩支很像 可是有這麼一點不一樣 就是色彩混合的數據 發絲噴濺 我畫在透明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的顏色 我就算改 藍色 我綠色 對不起 它都沒有辦法畫 因為 它 不可以指定色彩 它能做什麼呢 它可以啊 在我們已經畫好的地方 去長毛 跟著我已經畫好 安排好的色彩走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效果 這是 發絲噴濺啊 最有趣的地方 也就是 我不需要 再去調整色彩 我只要利用發絲噴濺的色彩混合設定 我就可以在已經畫好光影的 這個兔子的出胚上頭呢 直接來去安排 來 我要長的毛 來我們先試一下囉 做任何的練習都一定要先 去什麼 先把這個筆刷的數據啊 先調好 先試試看行不行 來我們試試看喔 把毛啊 把毛啊照著顏色 慢慢長出來 從外圍開始 其實呢 這也是啊 在這個練習當中 特別會把這個 我們所謂的毛髮的相關的工具 叫出來的原因之一 因為啊 它是屬於噴濺的筆刷 噴濺 來請注意看我的手 噴濺的意思就是 當我的筆越傾斜 我能夠畫出去的毛就越長 有沒有看到畫面 現在各位請把目光轉到畫面上 然後你看到 哇我筆刷一傾斜了 毛就噴的好遠 再做一次 我的筆刷 現在如果是比較垂直的 畫出來的毛 短短的 我只要把我的筆刷一傾斜 就好像你拿水管往地上啊 噴水一樣 只要有一個角度 它就會噴的大老遠 噴的大老遠 好這就是我們intuos5啊 跟其他系列的數位板 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們如果有碰過 你如果有使用過 本部系列的筆這個數位板 你就會發現 本部系列的數位板呢 它是不支援筆刷傾斜的 好 可是我們intuos系列呢 是完全的支援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它 來去達到 這樣子一個長毛的目的 因為長毛 我一定要有一點筆刷傾斜 它長得才會好看 好 來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慢慢慢慢的 讓這個毛呢噴溅出去 好你看到喔 它完全的就照著我們安排好的光影的色彩呢 去長毛 它不會因為啊 它不會因為我現在調了一個綠色就畫出來就變綠色 不會 你底下安排的是什麼樣的底色 你安排的什麼樣的光影 它就是照著你去長 好這個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看到 當我把邊緣啊 非常銳利 而且非常工整的曲線 用毛的這個效果來去破壞掉之後 它就開始變成一隻毛茸茸的一個兔子 好 從外圍開始破壞 一點一點的把它往外推 好 例如現在外圈已經處理好了 我就把它比縮回來到比較淺的地方 我要把這個毛往深色的地方推 長長長長長長 有沒有看到 請看畫面 我可以從比較淺色的地方把毛往深色的地方 你就看到了毛的效果 你看到毛的效果了 這就是這個我們啊 intuous wo 它厲害 這個傾斜啊 它厲害的地方 好 髒髒髒髒髒髒 好這個毛啊長得非常漂亮 這個要是我自己慢慢用手工畫 我可能畫到兔穴 來 慢慢長長長長長長 再把更淺的顏色呢 往外推一推 好 它已經開始變成一隻啊 毛茸茸的兔子了 現在是只有這一顆頭的部分 有點奇怪對不對 欸 耳朵我們也順便來一下好了 好 長長長 好 把毛長出去 它的耳朵呢 就開始有毛了 多簡單 這個練習是不是簡單 只要你把這兩隻工具搞清楚了 一個叫做什麼 發絲噴漸 一個叫做毛髮筆刷 這兩隻搞清楚來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輕鬆的畫出一個 充滿了立體感的 這個小兔子 當然你不見得一定要畫兔子 你要畫一隻小豬也可以 不過一般來說 豬的毛應該沒那麼長 來 可是誰說不可以 是不是 來 長 喔 毛茸茸 毛茸茸 相當好 來 一樣 破壞邊緣 破壞邊緣 破壞邊緣絕對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 之前我們有看過同學 跟著我去做這個練習 所以他就怎麼樣 他就 老師說要破壞邊緣 就看到他 破壞邊緣 喔 這樣子 這樣子長出來的毛 像賴粒頭 感覺有皮膚病 拜託 筆刷稍微大一點 大膽一點 把它往外推 好 如果你說 我沒有辦法推耶 因為我的筆刷不傾斜 對不對 因為你用到的數位版型號不一樣 你可能用到的是 Bamboo Pen Bamboo Fun Bamboo Pen加Touch 有可能 那麼這些都是不支援我們的筆刷傾斜的 真正唯一支援筆刷傾斜的工具 只有Intuis系列 也就是我們的 Wacom的專業數位版這一塊 好 再來繼續掌 這個筆刷有方便吧 好 那麼 身體也順便來一下 那麼一邊畫一邊跟大家講就是 雖然我們長的毛很方便 可是它還是有一定的限制 也就是有些地方的毛 我就沒有辦法再畫了 例如哪裡呢 例如中間的部分 你看到我們剛才呢 利用了這一支發濕噴劍呢 去不斷的不斷的把色彩往外推 可是最中間的顏色呢 沒有東西可以去影響它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換另外一個工具 另外一個工具 另外哪一個工具呢 我們來看看啊 另外這支工具呢 就叫做 剛才說到的毛髮筆刷 毛髮筆刷是一個可以指定色彩的筆刷 一開始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也就是說 如果我覺得 目前這個地方的毛髮表現得不夠好 我可以自己去吸 我要表現的顏色 當然筆刷的透明度 你還是要調整一下 調低了它就好看了 如果我不調 如果它還是百分之百 畫上去這東西是沒有辦法融合在一起的 這個就是我們數位筆刷的 這個設定的一個 這個最基礎的概念 就是你要用它 一定要去調整它的透明度 調整好透明度 我就可以幫它 有沒有揉吧 揉合了 這樣的毛才能夠搭在一起 這個地方的毛不夠 就抓一抓 這邊的毛 來 我也來加一加 有沒有 原本啊 雖然有毛的感覺 可是不夠細緻 這個時候就可以來幫它再補一下 再補一下 好 毛都有了 該有的毛都有了 OK OK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利用我們數位版的傾斜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毛往外噴出去 好 往外噴 往外噴 好 我其實呢 並不鼓勵大家 一定要使用到 這個intuous這個系列的數位版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想要試試看 一些比較多元的表現技巧的話 多元的表現技巧 那我就會建議你 或許啊 你的預算許可的話 使用這一塊數位版 應該可以讓你得到很多有趣的繪圖的經驗 好 現在我們已經讓它長出了很多的毛了 毛已經長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我們的鼻子打開 鼻子 鼻子啊 這個部分你看到 它還是只有色塊 所以我也要幫它處理它 應該要有的光影 來一樣 還記得我們剛才怎麼做吧 來把 保存透明度打勾 切換成 好不要再長毛了 沒有人鼻子長毛了 鼻子不會長毛了 不要長毛 就用我們的覆蓋鉛筆 直接找到我們的原本的大紅色 用AUTO鍵就是低管工具 你不喜歡用鍵盤再強調 不喜歡鍵盤來 一樣 我可以用我們的 WALKOWN INTOS數位版上面的 熱鍵快速鍵直接吸 就是我們的這個AUTO鍵 我挑一個稍微深一點的顏色 暗紅色 透明度不要太高 一樣 針對我們設定好的光源 光線是從左上方斜斜照下來 所以右半邊一定比較暗 影子這個部分 絕對不要去搞錯它的邏輯了 光線跟陰影 永遠是在對立的位置 你不要光線跟陰影在同一個位置 那就是怎麼樣 那只有三個字 可以形容 那就叫做見鬼了 好好好 來